她自己說了這個 tomorrow的事情 有關你死上自 所以會亦不清 這個方案就是上次我們說的 因為當時我們的思考 當時我自己本身是這樣認為的 就是说 怎么去做这样一个展览 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的展览 如果还是跟平时的习惯一样 个人把个人的画呀什么东西拿一点出来 我就觉得就不太有意思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 还是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因为大家并没有做新的作品 那么就是在接着每个人做一个什么作品 可能也都是绘画之类的 或者是雕塑 或者是什么东西 因为那个年代对于什么装置啊 行为啊这些东西还是比较 比较陌生 并不是说不知道 我们知道 我们也知道行为艺术 也知道这个装置当时 应该是清楚的 那个想法 我的想法就觉得 应该是 更多的是像是这个 一个宣言式的东西 一个 一种姿态 而不是一个 一个 就是每个人拿个东西集合在一起 就算做了一个展览 因为当时我的思考 我觉得 只有一种很激进的方式 才能够 就像我们沙龙的这个 成员的组合一样 它是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人 组合在一起的 那么 我很希望 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实验展 我称之为实验展 就希望它应该是一个 一个全新的一个识别经验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 我们很成绩很熟悉的这种方式 我 就说后来当这个作品做出来以后 有些人是 反应是觉得很像这个 当代舞蹈 当时也不能叫当代舞蹈 他们不会用这个词叫做现代舞蹈 很像现代舞 这个怎么说我觉得怎么描续这个 这个这件作品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可能是人者兼人 智者兼智 现在我回头来看这件作品的话 我也觉得它不是一个什么 特别不得了的一个作品 因为这个 如果我们谈到现代舞 现代舞最少从这个 就是邓肯开始 就是这个做了这个现代舞的实验 到最后 就是到时候这个 五六十年 就是HAPPIN 这种偶发艺术 还有一些行为艺术 它也 都有一些表演性质的 因为一旦它涉及到这个 有公共 公众在参与的时候 它能够把这个作品重复做的时候 它就带一种表演性质 行为艺术 尤其是 这些年很多的 就是后来这些 就是最近的这些年 有很多行为艺术 就是说如果重复的来来去行为的话 那就是一种表演 所以这个表演 我觉得它不一定是个贬义词 它会在不同的场景 与不同的观众 不同的环境发生关系的时候 它可能也是产生 它另外还会产生它的 就是说更近的更新陈的意义 所以当时我之所以采取这种 在我看来 就是接近舞蹈的舞蹈 就是接近行为的行为 接近音乐的音乐 接近雕塑的雕塑 接近绘画的绘画 接近 就是全部是用一个接近这个词 其实就想把这些界限给抹过掉 你看我描述一个我们这个展览 是接近什么接近什么 当时这是我能够使用的一些语会 实际上就说它什么也不是 那么这是通过这个完全 什么都不是的一件作品 我觉得可能让大家重新 就是说刷新自己的这个思维的这个平台 笔板 而是去考虑别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去做 那很多人也说 这不是行为艺术 是舞蹈 因为他是使用的舞蹈演员 不是这些艺术家本人 我当时这点我查起来是 我是故意的 我们自己完全可以把自己 涂成白颜色 自己完全可以自己做 我觉得这就太行为艺术了 我希望当时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是用人做一种材料 不是说把自己 当作一个表演的主体 当作一个行为的主体 我觉得这一旦把自己 当作一个行为的主体 还是落入一种套路里面 因为他就是喜欢艺术 靠自身的这个体验 我想那个 那不是我的热情所在 我更希望就是说 就把人 我们这个 但这个方式并不 我不认为他有多么激进 这个 就像那么舞蹈演员 他也是用他的身体做材料 但是 他所体验的东西 不是他自己的东西 舞蹈演员 他从来体验不到 他是做什么的 他自己 就是一个材料在被使用 他不是创作主体 因为他有导演 有人安排他的这个 这个情节 动作的要求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里我说 我希望通过把人体当作一个材料 并没有特别的认为 人体这个材料就不得了 而是避免使用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 这种呈现方式 是这个意义上才考虑到 用谁都一样 我不用舞蹈演 我用灵工也一样 正好我们的群体里面 当时有这些舞蹈 有什么省歌舞团啊 民主歌舞团啊 这个广州市摩特队的 他们很大的热情了 他们就开始参与 那么这个方案本身是非常 内容非常的简单 可能回去你看这个 我画这个草图 就是坐 站 跪 卧 然后什么 行走 就是这些 就是人的最基本的几个动作 就是我想 把剥去很多这种伪装的东西 就剩下一个机械性的 属于人本身的一个 本能的自身带有的 这样一个简单的功能 其实这一切可能都 我都是懵懵懵懵懵懵的 在实际上在做一种清洗 就让自己 让我们过去的那些经验 应该把它尽量的洗干净 不要带有一种 旧有的思维方式去思考作品 所以我称之为实践展 这是 这个 关于这个作品 那么这个 这个作品 最后还有一个序列 最后一个 除了什么 座啊 站啊 跪啊 卧啊 这些东西之后 最后一个 我说叫 自由发飞 叫做 叫做什么 自由的 我就叫做 自由的舞蹈 我直接就用这个名字 自由的舞蹈 那么这个自由舞蹈 是比较有意思的 每一次 我们大概一共做了三次这个展出吧 展现 那么每一次都是很不一样 因为没有规律可循 挺好玩的 就是发挥 现场发挥 然后观众搞在一起 我们很遗憾就没有 没有拍出一个很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资料的录像 只是拍到这个 规范的动作部分 这个发挥的 跟观众的发生关系的 这个当时摄影的人 我也不在旁边 摄影人是一个 租影的一个摄影师 他以为这个不重要 他也不理解 与其说是 一件合作的作品 我觉得这也是 就通过这个方案 通过这个计划 通过这个展览 去把它当 其实这个把它当成一种媒介 去达成另外一次 这个思想的醒悟 我认为这个展览 已经是这样 他的意图 不在于他这个 这件作品本身